好,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好,现在让大家继续提问。OK,来,开始。 尊敬的郭老师,你好。我是吴建林。 我今天的问题是,自我跟小我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啊? 对。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反省自己,我感受到自我把我耍得团团壮的这个事。 但是在反省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又产生了,内心产生了很多新的冲突。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如果自我跟小我是一回事的话,那是不是还存在一个大我的问题? 对。 那这个大我的话,又怎么解释?可不可以理解为无我或者是大爱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我的冲突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是用小我跟大我这样的一个词来理解的话, 我会更倾向,也就是用小孩跟大人这样的一种理解方式来理解这个自我把我耍得团团壮的问题。 我就想我可以用,好像就是这段时间在这边学到道德经,学到道德智慧之后, 我感觉好像大我被唤醒了,然后我就可以用大我来充满慈悲和宽容的一种心量来面对小我, 就是回顾自己的过往,去看那些被耍得团团壮的那种状态。 这样好像内心的冲突就会小一点。 你刚才叙述的这个过程,这个应该一般现在比较正确的一个称呼啦, 比较正确的称呼就是这个高我。 现在我们新女学就把这方面称呼叫高等高、高我, 高我生法是一个所不一样。 高我就是我们生命有一般普通的自我阶级的生命。 小我意思就是自私自ъ的这种心态。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小我 因为有讨论事情都是为自己 比较自知心 所以又称为自我 这是地球上一般人类的运作 主要就是用自我小我在运作 这是一般人 但是有些人他性命的教导 他呈现出那种十分大态 他心胸度量不太大 隔绝也宽大 像一些有眼见有高瞻远瞩 有眼光有眼光有眼见的伟大的圣事家 那些他们呈现出的就是所谓的高果的意识 高等的新年质值 高等的新年质值 所以也就是 这是儒家所讲的 那个明德逐渐在流入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跟大我对我所不一样 所以欧美心理学方面的 把这方面称为叫做高等的我 我的生命由第一等新年质值 第六招等新年质值的情况呈现 当你念心 就是一直叫张别人勾心斗角 计较较量 怕失贵想要赠人 赠别人便宜 这个都是属于那个自私之力的小我在运作 但是我的生命一样可以呈现出慈悲大爱 乐与帮助别人 心中分量大 喜欢帮助别人 到处都是在做恶典天使 慈悲大爱 这时候他就是生命的高等生命 这个人他的高等生命在流入出来 人可以很凶残 那是小我的呈现 也可以慈悲大爱 那是他高等新年质值的流入呈现 所以人有这个所谓 有不同变相的生命呈现 至于大我 那大我他比高我又更高 大我他是来到 跟大自然一起 跟宇宙一起 他跟 因为整个大自然 就是我们 也可以说 这就是我们的广义的生命定体 来 大家好 几位 你我他这个个别的 这个身体 几十公斤这种多高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 这个就是小我的生命 现在要解释 小我跟大我的区分跟观点性 前面讲的是 那个自我跟高我的区别 自我跟高我的区别 现在要讲的是 小我跟大我的 他的观点性 小我就像大海里面的波大 大我就是整个大海 整个大海 所以 大我就是这个大海 是小跟小我生命 它是一起的 当一个人 他的智慧提高 视野提高 甚至就是所谓的开枯 他的智慧提高 他终于看到 原来他这个生命 这个波大跟整个大海 是一起的 所以这时候 他的那个小我意识 就逐渐的淡化 甚至消失 那个小我自私 自利的那些 他就逐渐的消失 那他呈现出来 就是向天地看起学习的那种 无我无私 这种精神的牛肉 然后他的生命跟大自然是一体 跟大自然是一体 呈现出道的特征特限 呈现出大自然的特征特征特限 天场地球 因为不自身 没有自私之心 当一个人 这个就是要你学习高等的文化 高等的心理之后 你的心理人体质会逐渐地提升提升上来 最高等级 像 不管说宇宙就有个等级 或是十个等级 最高等级的心理人体质就是来到 真的没有任何的私心 无我无私 自然地流入 它是自然地做出来 这方面是来自理接受 就是整个 他跟整个天地大战的一体 也是受大自然的启发 把他的最伟大的神圣身体 把他激发出来 启发出来 这时候他们小我自私之力 小我意识 他是消失的 没有 所以虽然他有时候会呈现出这个波浪的状态 呈现出来 一个小波浪 但是这个波浪呢 他没有自卑 也不去跟别人谈理 他这个波浪他体会到 他跟整个大战是一体 跟旁边的波浪 也都是一体 所以这就是一体的意识 体会到 你我他是生命共同体 你我他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这个就是要大家要体会好 什么是自我意识 什么是高我意识 什么是小我意识 什么是大我意识 大家清楚了解 然后你才会知道 哦 原来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心灵水平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进化 要提升的是什么的方向 大家给我清楚 因为如果不清楚的话 绝大多数人很认真容易在休息 但是越学火烂越大 越恐怕 那就是重做方向 火烂到烂越大 那个灯 当我灯开入 那个是完全两个次 所以要正确理一点 才可以动作方向 OK 好 亲爱的郭老师 晚上好 我是两年自一年级的学员 温小娟 我的问题是关于我自己孩子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的孩子已经16岁了 就是他去年也有幸在书院学习道德经 浸泡了半年 当下他在千岛湖森泰村上一年字嘛 然后那个高高的男孩 不知道郭老师有没有印象 就是前天我带家人去看他 然后也问了他接下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嘛 然后他说 在森泰村有太多的住阴住员和宽容 然后他接下去也不想去读书 他想到社会中去历练了 然后我说社会中 如果社会找工作的话需要文凭啊 他说他现在可以去 可以不用文凭 找不用文凭的工作 他也可以去做一些学徒 然后他说我要先养活我自己 还说现在这也是一个阶段 那以后也可以再去做义工 我想请郭老师 给我一些启示 如何当下可以更智慧地去引领孩子 因为他来学习的时候 就多少带有一些叛逸性 当然跟过去你们给他的家庭还有教育 这方面多少都有关系 他来书院也学了不少 当然他也有再改变 也有再改变再成长 他也到森泰村里面去做一些意见 现在重点就是 你协助他能够学到智慧 学到优质的文化 学到怎么去为人处事 要懂得感恩 懂得谦虚 教他学会为人处事 再来教他什么样 学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这一点蛮重要的 让他学会他的未来 主角是他自己 要靠他自己 好好不断地摘迪自己教育自己 摘迪自己教育自己 如果他也先去读书 就进入体制内的学校去读书 如果他对体制内的学校读书 那些欠缺反抗 那这样的话 那就尊重他 他想发展的欠缺 但是要让他清楚知道 他是他自己孕育的族人 他要练习着自己去选择 你给他的建议 如果他不想接受 那就是跟他讲 那一样不要强迫他 然后让他略习着 自己选择 自己负责 对自己的未来 他是主要 要靠他自己去选择 去负责 这么趁着人群阶段的时候 赶快 以学习为主 学习课程 学习理论 也学习知识 技术 技巧 理论 食物 一切资产 这个都是非常好 他要逐渐清楚地知道 他在选择什么 他要做什么 在这个过程 也要懂得虚心学习 虚心浅教 所以重点 不要武断地阻止他 他也不要一直变成 好像强势主导他 一定要怎么样 你对可以给他建议 但是也要让他 练习做他生命的主人 OK 感恩郭老师 面对小孩的教育 真的不容易 怎么样 我自己放纵 不是溺爱 不是放纵 但也不是主宰 他也不是冷漠 什么都不管 都无情 变成无情 不是这样 所以 咱们教育小孩子 父母心本身 真的都要虚心地学习 因为 结婚容易 生小孩容易 但是要被教育小孩 不容易 父母心本身 如果没有学到智慧的话 因为你没有 你就没办法 教育小孩子 有智慧 而这个智慧方面 这是要 学习的 父母亲要跟小孩子 一起成长 恩也是 随时都是一个开放的心 用爱 用智慧 来养育 教育小孩子 不然的话 很多小孩子 都被等了 父母亲的实验亭 白淘鼠 等到小孩子长大 出现一大堆问题 那时候再痛苦 再放脑 来不及 父母亲自己也很痛苦 小孩子也很痛苦 所以很多小孩子 他就是对父母亲的错爱 把他命爱 错爱 爱很痛苦 所以这方面呢 为了父母 真的要尽力找 虚心的学习 学到智慧 自己的好处 也能够好好地散开家人 尤其是亲子的教育 能有关于几十年 后面几十年的家庭人生 你们如果好好地用智慧来教育小孩子的话 这个小孩子 他们能够送一一辈子 送一一辈子 而如果错爱 不会引导的话 这个小孩子他们会痛苦 为了父母亲 后面也会伤脑心 很痛苦 超新一辈子 好 所以希望大家 一个开放心 虚心学习 每些新人 一样 要虚心学习 不断着教育自己 再给自己 OK 最近来郭老师你好 好 我这几天在开发明觉的时候 有看到 我的自我意识本身 其实它也是一直在流动变化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敢相信 自己的想法就是正确的 在现实生活中 这次来学习之前 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 是有一个大概的规划 但是这些天呢 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冒出来 取代之前的想法 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了 本来是期望在这几天 有做梦的时候 梦境能给我一些启示 但是这好多天都没有做梦了 那这一次的学习也快要结束了 所以想请老师将心比心 对我未来心灵成长 最有帮助 最快的方向 给一点建议 我会很认真考虑的 感恩老师 那是不是要在 在你做梦的时候 不说梦的时候 因为直接这样讲 你好像 我好像还不是 那就是什么梦 好像不够 好像更好梦 不会的 好 我是希望能够好好的认真去学习 人会不断的成长 想法会改变 这是很正常 这是很正常 但是我们是朝向不好的去发展 还是朝向良性的循环 那么就要看你当下 你的心态 你的决定 有的人他就是选择自满自负自傲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不是就朝向恶性的循环 他自己不知道 而如果你愿意地打开心 虚心学习 虚心受教 虚心学习 虚心潜意 这样的话 那你的生命 他就朝向良性的循环 他未必 对 对 一切都是 会 流动 无常 变化 但只要你的心 最重要 我强调的是 你的心 是正向的 是要向上的 是要栽培自己 教育自己 你的心 是希望好好栽培自己 然后将来有更多的能力 可以做更多的回馈 奉献付出 如果你的心 是一种正向的 正能量的 好 这种变化 它就会逐渐地 让你的生命 逐渐地 螺旋状地提升上来 所以最重要是你这颗心 你有没有要好栽培自己 有没有要好栽培自己 有没有要好栽培自己 有 那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的高我 你那生命的高我 那一部分 它会逐渐地觉醒 也会感醒你 也会隐灵你 这不是灵性 你真正发现出的真正存见 你愿意向上 向上 你生命的高我 那一部分 它就逐渐地觉醒 它知道 你 因为你以前是把他打压 瞧不起 排斥 他做不了主 就像你选择成本多乐的时候 父母亲之后 你都听不去 那些为你好的 你都听不去 所以那时候 你生命的高我 那部分 就会开启他 一样 当你现在发现要向上 向上 要一弹 你的内心 有这种正向 正能量 好 你生命的那高我 那部分 它就逐渐地 逐渐地 因为被重视 然后它会逐渐地 唤起生命 也会让你的生命 能够凝聚更多善一善美 不一定在睡梦中的 只要你一颗开放心剧心学习 因为你的生命 它就会凝聚更多善一善美 只要你愿意虚心学习 又开放心 因为别人的一两句命而终点 那都能够帮助你成善 好 所以 开放的心虚心学习 非常重要 它就会引运你良心去学习 OK 尊敬的郭老师 我是这一期的学员 我叫崔梅香 我的问题呢 就是 嗯 就是我也知道六道人回 人死了 可以再 就是 就是可以再复生嘛 嗯 但是我一见到这种 就是我认识的就是 没有了 然后我就 会晕过去 就是 关系到我的生命 就是 就是感觉不行了 就 就不能见这种人 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 生命怎么样 就是 我如果见到我认识的人啊 他如果过世了 然后呢 我就 就 可能就晕过去了 可能吓得不是怎么回事 平时 我在他身边我也不害怕 然后 有 前几天我朋友给我发一个视频 我又看一次 然后就不行了 受不了了 就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突然睡着以后 卡又醒了 感觉 就是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感觉特别害怕 我也不是说惧怕死亡 就内心深处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对 嘴巴说 我也不怕死亡 但是 听到便死亡 就昏过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呀 你看啊 你讲法里面 你们有没有去看到你的表里不一 嗯 你在 一直在 逃避 逃避 不敢去面对 真实的生命 真实的人生 所以 所以 你要 提醒自己 要醒过来 你现在的生命 你也是像个 在做梦游啊 在梦游啊 虽然你有两个眼睛 会看 会走路 会说话 但是 你神圣的生命 那是在沉睡的 在沉睡的 像刚才前面提到 梦游 高我那一部分 他在你生命体验 他是 沉睡的 所以你现在处在 要提醒自己 处在 伴梦游的情况 所以你要好好的续续学习 让自己生命 醒过来 醒过来 不然你会糊里糊涂的 迷迷糊糊的 过一生 到后面 心里还是空虚 慌乱 面对生死大事 不了解 不前逐 所以希望你 要用 更多的时间 好好的 在给自己 幻醒自己 你要了解生命时下 要了解宇宙真理 了解生命时下 怎能能够来到早日的 安心事在 而不是像过去这样的 一直在 散躲 逃避 我讲散躲逃避 好好的 面对真实生命 面对真实内心的恐慌不安 不要欺负自己 也不要光只是做个表面功夫 做给别人看 我没事啊 我很好啊 嘴巴说不怕死 但是听到别人死亡 就昏过去 对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一样 希望大家 好好地 散开自己 被为自己 真实的生命 问我们自己 我们上的家人也是一样 真的希望每个人 都如此地 问我们自己的生命 问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 安心快乐吗 我们真的幸福吗 我们真的开心吗 如实问自己的生命 问自己的信念 问自己的英文 好 谢谢关老师 因为一般人 我们都只是做表面功夫 内心苦哈哈 内心不安 但是表面都做出没事 很好 然后又还要展现强势 但是 他是高大上的人 但是很多都是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练习做个真人 不要欺骗自己 不要欺骗别人 不要脱逃 做个真人 如此面对内心的问题 一一去化解 你才会真的安心快乐自在 OK 嗯 谢谢郭老师 尊敬的郭老师您好 嗯 我帮孩子问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 人来自于道 死后又回归于道 然后这一期生命结束后 我们又会进行下一期生命的开始 然后他看的书上说 又看到了关于天堂地狱之分 然后最近又看那个海奥华预言嘛 里面有高等星球 与低等星球之分 还有一些他听了关于民间的一些 生命轮回的一些说法 所以他有些困惑 他说下一期生命的开始 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 然后去哪个世界生活呢 然后与在地球上所做的应得有关吗 感恩郭老师 有关 他现在有在场吗 有 有在场 为什么他自己问 因为一些不方便吧 有些不方便 有些不方便 好 这是一个小孩子的问题 也是 所有大人 面前生产的问题 本来生命它就是生生不息 生命不会真正的消失 生命没有真正的死亡 我讲的是 生命的实相 在宇宙中 都是不断的生生不息的变化 就像在地球上 没有真正的死亡 所有的食物 它只是这段性的变化 没有真正的死亡 所以大家要了解 大自然的真实相 没有恢复 没有恢复 没有死亡 所以为什么希望大家要去看 大自然呈现出来的实相是什么 没有只看表象 一棵树木 它表现看起来 它哭掉了 倒在地上 表现上看起来好像是死掉 但是 那时这一棵树木 它进入到另一个阶段 它整个树木的价值一样 转换成不同的角色 这样而已 它为大地 它成为有机无量 又继续长远的更多生命 它的生命转换成另一种生命 支撑养育更多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了解 每个人 我们都有灵魂的 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 不要提到说 有个人提到灵魂 就有个人说 跟宗教信仰无关 这个完全是两回事 明信 它也不了解实相 本来我们生命之相 每个人生命 每个人生命 比我它们都一样 都有灵魂 我有过去是 有现在 这一生这一世 也有来生来世 就像 你随便找一个种子出来 一个黄土豆 一个玉米 都一样 这一棵黄土豆 它有它的前世生啊 这一棵黄土豆 它是无多生命的黄土豆 这个黄土豆 它必须有它们的前世 它也会做下去 继续有来生 有昨天 有漆天 也有年天 有七年 有去年 也有年天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所以不要把神经历断面 断面神经历的人 还能够变成很恐怖 他会变成觉得面调的因果 面调的因果 能够面调就面调 能够来就拐 所以他就说 觉得死了一死百两 生死相绝对不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人觉得 他先很贪官 贪污 他就说我有钱的时候 我就贪 贪得到 他就得到 然后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 绝对是这样的 你贪官贪污 要知道 你所贪污的钱 这一次 如果你没有被查诸 你所贪污的钱 你来是一样要还的 因为你的生命是贵欠的 所以我们要 要凭着有良心 我们要不 我们对在这个地球 我们生命在这个地球 我们永远要贵欠别人 我们永远要伤害别人 我们永远要贵欠国家的公款 如果有我们该赢物 我要赢物 宇宙有宇宙的因果欲啊 宇宙有宇宙的因果欲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宇宙的因果欲 你做什么东西将来得什么果 这是宇宙的因果欲啊 所以希望大家要有正确的人事生观 我们做什么 在我们生命里面 会有所谓的基因 基因的存在 它会基准我们 民事上就恶上的国报 恶会恶的国报 这个就要像当学生的 你认真读书 你不认考试成绩就好 那你考试成绩好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我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校 我可以选择我的选项就很多 而如果你的懈怠很上岸 不想读书 好 那你考试成绩就很差 差的情况之下 你要选择什么选项 你没得选 好 我们生命也是一样 在这个一九最深 我们的所作所为 这个都是有因有果 我们多贤善 多奉献多付出 多贤善基的 好 你这一起的生命平值 这个就是你的分数就越来越高了 你给自己的生命 就是添加很多的正能量 这个正能量来自于 你在造福社会 你在为这个社会 为国家负责付出 为后代子孙 为他人在负责付出 你这个就是寻善基的 你的生命的质量就在提升 你的行善基的 是基于生命的财富 这才是真正的富有 而如果有个人错误的观念 耍炸 勾气斗脚 坑欠别人 害别人 网路上的那种诈欺 不断地在用力用各种数 在坑别人 害别人 像这些 就算你把别人的钱骗到 都知道 你因为这些钱不是你该有的 你骗到这些钱 你将来迟早一定要还的 你这些钱是要还的 你下次还是这样要还的 要不要还的 那不是你该有的东西 你骗来了 还是这样 将来是要还的 所以了解英国的人 他一定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会要让别人吃亏 而且了解英国人 他会对生命珍惜 爱护 善有善法 恶有恶法 我们多行善基德 你这些生理就会越来越快了 你不要去看别人 不要去伤害别人 你多做善事第一趟人 你的心 你就会越来越快了 善其自然 好 你的生命品质也在提升 这个就要讲 你这一次 你的考试成绩 生命的考试成绩 也就越来越高 好 那你来生来世呢 你可以有更多的选项 因为你的生命品质提升了 那你的来生来世呢 你要到哪星球 到哪世界去出生 这个就可以 你可以选择 就会物以列去 物以列去 你有提升上来 那你就可以跟 性能品质比较高的世界 来相恋 而如果 照顾的多端 照顾的多端 你的生命品质是下岁 那你伤害别人 同样的 你来生一样有多好的活霸 所以命运 命运不是掌握在别人 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每个人是你命运的住宅 多前上期的 你这一生快乐 来生来世 也一样会快乐 那些我们命运 有来生来世的人 很容易变成很可怕的人 没有因果 也很容易变成 就是狠心 容易变成伤害别人 或是贪污 我能够看到就是我的 像这一种观念 那是错误的观念 那是错误的观念 不因为你不信因果 就没有因果 然后提问到 不因为你不信因果 就没有因果 你伤害别人 一样呢 你就要受国家法律的职材 那是一种因果 你贪污 贪污 你就说我们要被查的 没有 因为有一种情况 结许有一天就会被查出来 好几个东西是没被查出来 那这种该名 不该是你的东西 你强战 好 你一样 来生来世 你要缓的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宇宙的因果律 这跟宗教信仰无关 它就是宇宙的运转法则 你种玉泥 就会得到玉泥的果实 你种甘蔗 就会有甘蔗的果实 你种苦瓜 一样会有苦瓜的果实 你种什么 将来就会有什么果实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怎么说过 那就看我们现在 怎么活动 怎么更动 因为你怎么在自己的手中 OK 跟安郭老师 跟安郭老师 郭老师好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自我跟高我 是不是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 他本来就同在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一个人 有时候他会心要很狭窄 要跟别人计较 但是有时候他受到一些启示 才会行生气 然后他入图死为大碍 昨天 一直要跟人家较量 或是不能生气嫉妒 他也感召到很多痛苦 但是当他学习了 有时候他学习了 我们这些课程之后 得到一些启示 然后他就看到 原来那些痛苦是自己 错误的观念心态 是自私之意所形成 那这时候他体会到了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让自己高兴幸福快乐 也才能够带给别人幸福快乐 所以当他有意愿 学习高等课程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他的身运很快 就可以提升 就可以转化 所以他是同时存在 我们的心灵里面 同时存在这边 所以人有时候 他可以变成很残暴 但当他觉醒的时候 他会变成很慈悲 充满的爱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就像魔鬼跟天使同时 存在一个人的身上 两种状态 可以这样说 这是一般人 老师 那这个高我 等一下 这是一般人 但是如果真正一个人 他进化 进化 提升上来之后 他那个 你刚才讲魔鬼天使 事实上 这是那个自私自利的小我 跟高我生命的体质 看哪一种占优势 看哪一种成为比较强的 强 比较强的 人自私的时候 他会去伤害别人 但是如果他真正那种高我生命 在游路的时候 死别大 他不会去伤害别人 一般人是 他是上上下下息息不稳定 有的人就是 自私的这一面很重 而有的人就是高我这一面的 比较浓 比较多 这些女子都会不一样 但我们是要来到 我们的心里是很稳定的 稳定 成长来到无我无私 老师那是不是高我一直稳定的存在 没有回退到小我的状态 那就进入无我的状态了 对 這就是一個人生命淨化的過程 人類的文明要淨化 真正淨化的表示心靈 不是科技 不是物質成縁 所以真正的淨化論 絕對不是弱肉強使 真正的淨化 那是慈悲大愛 慈悲大愛 小我的淨化 高我的呈現 無我無私的呈現 最初會有透過所謂的 有回憶練習的過程 有造作 有練習的過程 因為最初還不是純淨的示範 所以最初所流露出的就是 所謂的後天之德 後天之德 那是有修行 有修養 有德行 但是這種德行 很多都是後天的德行 那你提升到真正純淨高我流露的時候 這時候是先天的德行自然的流露 他的聲音跟 他的聲音就是 呈現出高等新年律子 五我無私 那是自然的流露 這就是與道合一 與道合一 從道自然流露出的德 也就是開啟了先天之德 那時候這種人 他的賢善慈悲大愛 那都是自然的流露 那是他生命本然的流露 不需要別人鼓勵 不需要別人鼓勵 不需要別人掌聲 不需要別人肯定 而他行善的過程 他也不是為了別人的肯定 為了別人的褒獎 那他是自然的流露 他自然的流露就是這樣 因為善心善情 那就是他生命的本質 像這種人 他絕對不會去傷害別人 絕對不會去欺騙別人 絕對不會去貪污 他就自然的對生命負責 對天下常生負責 所以那是自然的流露 而這是與道合一的 流露出來的先天之德 那一般人不容易做到 一般人每一攤 向善多行善多积德 所以最初他會有這種有所求 或是進進退退上上下下 這都是自然的過程 這就是學習過程 進化的過程 也是進化的過程 人類的文明 每個人心靈品質的進化 講的是心靈品質的進化 進化提升 而這最明顯的一個對比就是 那個自私自利的小我 他是越來越多小 他那種高我利他之心 越來越大 而我是高傲 我是傲慢 高傲傲慢那只是自我的強化 好 好 所以大家要把這些觀念 要移心 這樣你才不會動作往下 OK 好 帶著 郭老師好 我是王彥 今天非常緊張也很忐忑 我想請郭老師開刀 現在就是 我就是 短暫的 就是現在 結束了這個服務 這個一段期間的一個服務 我現在在書院這邊學習 然後呢就是 在服務的 就是這一階段 我覺得就是感到身心俱疲 就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我發現我在服務的過程中 就是會給自己攔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我會盡力去做好 然後呢還要去還要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 然後或者是沒人做的事情 還有就是讓別人來做 自己又不放心別人做 怕就是別人做不好 然後影響結果 就是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就給自己攔很多很多很多事 然後呢做事情的時候 又會繃得很緊 很用力 然後對這個事情的結果 也很 也抓得很緊 然後不允許犯錯 然後就給自己造成了很沉重的 這種負擔和壓力 這種情況呢 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又得不到大家的理解 支持和體諒 所以內心也會很委屈 所以現在就是 我理解支持算不算 算算算 所以現在是來給你訴苦的 然後順便給我開刀 然後就是 就是這種做事情的方式 就是很需要改進 想請郭老師給我指典 謝謝郭老師 好 好 這就是為什麼之前 這個就是 要鼓勵你們 要跳下去 不是只是學一些理論之間 要跳下去就是 你要改實際真的去一頁去承擔 去練習 好 所以當然不錯了 你也接受建議 跳下去去承擔 也要穿著旗袍穿著高跟鞋 也要去承擔大主的工作 郭老師我沒有穿過旗袍 我都是很樸素的 你不要誣賴我 很樸素 但是 我看到在廚房裡面 有些人 穿著那個 什麼 仙女服 在那裡 飄來飄去 之前你有穿過嗎 我沒有 我保證我沒有 我保證我沒有 你沒有穿 但是 小心 都是一種 少女的 少女的這種心態 然後到了廚房 有點晃來晃去 好了 後面他真的就跳下去 去承擔 這是個好事 所以 當我看到你跳到第一線 去承擔 我覺得你承擔的 你忠於 踏出很重要 去踏步 但是 在這個過程 你會去多 嘗嘗一些事情 或是有時候 擔心別人做不好 總是自己要去做 要去承擔 這個 也就是一個過程 人要學會 為人 處事 對 這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如果你沒有真正跳下去 體驗的話 你永遠都只是 讚嘆 袖子不肯彎 出張嘴巴 說說 那當你實際去做之後 你才會知道 原感自己有這麼多的習氣習性 原來自己 還有那些 要得到別人肯定的習慣 原來自己 還有一些毛病的習慣 然後 希望很多做一些事情 一方面 也在 希望 別人能夠肯定我 在這個過程 當然不是說壞 不是說不好 這就是一個意念的過程 你怎麼樣 怎麼樣 學會能夠駕前救手 學會能夠提肝切領 掌握 要領 掌握核心 有些事情 別人可以分工合作的 就讓大家去分工合作 人會很容易有一種情況 當你承擔模特 角色的時候 你會想到 我要承擔更多 然後 同顯出 我比別人更優秀 我比別人更好 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肯定 更多的掌聲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多承擔很多 是不錯 但是背後 是一種有所求的心 有所求的心 這也是一個意念的過程 那怎樣學會 分配工作 大家分工合作 無視逃逸 也不要逞強 當然這是要去 磨練去意念的 這個就是 邊做邊學 看到自己 不理想的地方 我們就 檢討改進 調整改進 你在做的過程 因為 我們也經常遇到 有些人 他做事 就是認為 他 他只相信他自己 不相信別人 結果 把自己 搞得很累 略垮 哎呀 我想做 嗯 我想做 也擦上 嗯 變成 別人 因為 不信任別人的情況之下 他會把自己搞得很累 別人 也會變成 好像 袖手旁觀 所以這些不是要去學習的 沒關係 你也接受自己這樣的過程 就是去看到 我們哪裏 讓自己 太累 我為什麽會累 自己去檢討改進 有時候是自己的辦事效率 不強 無頭緒 沒有規劃 效率不髒 只有遂為事 也是一樣 從中去檢討改進 所以 真正跳下去 去練習 去承擔 這個叫做 來到行道的階段 前面你們在課堂 初級的階段是 體道 悟道 這是學習 課堂的階段 去體會 去體悟 然後再練習的續作 第三個階段就是來到 練習的續作 這是閒道的過程 閒道的過程 閒道的過程才是真正 把理論跟事物做結合 你才會真正的進步 對 不要棄免 這從中一樣去先檢討改進 當然一樣不要去看到 自己有沒有那一種強強的心 還有有沒有那一種希望得到別人的肯定 還有有沒有那一種開啟別人的心 我希望大家要練習這個為人處事 這是一門人生最深奧的藝術課程 沒有固定的方法 學到思維 然後怎麼去玩藝術遊戲 玩的之前快樂 也能夠有更多的成果出來 這是像你現在的情況 這就是需要拒絕起 非過 便調整 便檢討改進 那這樣你就會越來越進步了 然後我們在做的過程也一樣 把我們的信仰打開 我們也栽培人才 一般人偶爾是不信任別人 總是認為別人做得不如自己 不信任別人 所以自己做得很累 他也栽培不了人才 這就是我們要學習得更多的 只能來到有效果 也做得輕鬆 然後又栽培更多人才出來 能夠這樣的話 你就會越來越做越輕鬆 你的生育的品質質量都在提升 好 講的這些 希望落實去做 而不是只是不懂之間的口號 但是現在還要看看 你現在有哪方面 需要再補強的 需要去磨練力量的 你大的哪方面 你比較弱的事碼方面 好 就好好地栽培自己 不斷地去磨練 讓自己有真才思學 讓自己有真才思學 讓自己有真正的智慧 這才是最重要 越來越安心自在 生命越磨練 它越成熟 越增強 越能夠承擔 越能夠承擔 同一個 任性的少女 而成長了 能夠承擔大樂 而任性 遇事能夠能見 以致穩重去處理 好的 好的 感恩郭老師 好的 時間到了 差不多了 好的 好 好 好 尊敬的郭老師你好 學生室第十三期 十字班的學員莊敏 是來自一個傳統文化 一個國學館的一個義工 再帶五到十歲的孩子 十二歲左右的孩子 這次來學習這個課程呢 就想把這個 刀刀金融入進去 以前呢 兩年前接受過 然後也帶著孩子學 但是就是 沒記起孩子那個求知欲 然後呢 這次來想 真的能夠討到寶回去 但是怎麼學的之後發現 是不是我要需要再生造呢 還是怎麼樣子 然後呢 想郭老師給你知道 怎麼樣就讓孩子更好地接觸這塊 OK 老師 好 你是國學的教育學老師 是的 好 我說 你這一次能夠放下工作 來這裡學習 這個非常好 當你來學習之後 如果你真正用心 好好深入學習 你會發現 我有什麼 我才能夠回饋給小孩什麼 如果你現在 能夠好好的下功夫深入去紮根 學到佛深深的智慧 你才能夠回饋給小孩子智慧 如果這個佛深深的大佛深深的智慧 你沒有學到的話 那你只是學一些 那你只是學一些 學問 學術 頭腦之間 你只是學一些 條條方方 規矩 但沒有學到智慧 所以我們能夠回饋給小孩子的 也是那些 頭腦之間 條條方方 而不是讓小孩子學到智慧 好 所以現在很重要的 要知道 你練習裡面 一樣 有的很可愛 也是條體又可愛的小孩 你怎樣好好的先教育自己 再給自己 你的生命品質真正的提升上來 你真的學到高等的智慧 這時候 你有了高等的文化 高等的智慧 你用無 你就能夠回饋給小兒子 知道他們 從小就學會為人普世 從小就能夠學到智慧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你現在這個階段 怎麼樣先好好的栽定自己 當然時間可長得短 別看你的目線 你月下功夫認真學習 這時間就會縮短 再虛心學習 虛心請教 再聊自己 再來就是 用愛心 用智慧 來回饋這些小孩子 OK 好 謝謝郭老師 所以我現在講的情況 就比如說很多人常讀到師範大學異業 師範大學異業 理論上他可以當老師 表面上他有文品 他有資格可以去當老師 但是要知道 就說你讀到師範大學異業 你所學的 大部分都是屬於 學問 知識 知見 學校的審核 也是一樣 看你哪些科目 你有沒有跑過過關 學校的審核 都是以書店上的你的成績 文字上的積累 所以 鑑定你成為有資格可以上得了講台的老師 鑑定你可以成為為人的老師 但是這都只是一般學校的事頓在鑑定 那這種鑑定呢 它是依你的學問 知識 考試情況 成績 來論點 這方面 沒有真正在審核你的信念品質 你的思維 所以這就是所謂樹的城市 一般學校在教育的 是學問知識之間 這是樹的城市 文品 它也是從樹的城市在界點 但是 你因為 師範大學畢業了 你可以當老師 問題是 你的人生 你有智慧嗎 你真的能夠好好地接允自己的人生嗎 你真的懂得 怎麼去教育自己的小孩 或是來上課的小孩嗎 這都是要邊學邊做的 邊學邊教邊學習 更重要的就是 你要從樹的城市提升到道的城市 而道的城市 你需要學習學習高等的文化 高等的智慧 高等的課程 讓自己真正用心靈來學習 學習國生生的智慧 男女兩個人都大學畢業 你們在結婚 以為說 大家都是知識分子 學業都滿高 知識分子 結婚 會議代表 能夠 就能夠都很幸福 很快樂很美滿 會議這樣 要真正得到幸福快樂的人生 是需要有文化 高等的信念 高等的社會 這方面需要開放的心 蓄積學習 最好我現在很希望 你現在已經是 站在第一線在當老師了 我是希望 你能夠好好的 再給自己 學到智慧 你就能夠 為對給這些小孩子們更好的教育 體驗 智慧 OK 谢谢大家